第十九名 给家里的孕妇和老人安装一个起床辅助器吧 直接放到床垫下就可以用 可以防止老人摔下床 同时起床的时候还可以辅助借力 这下一个人也不怕了 第十八名 家里有老人的话 一定要买这样一个浴室小沙发 它可以让老人舒舒服服的坐着洗澡 轻轻松松洗白白 再也不用担心在浴室里滑倒了 第十七名 父母老了 去洗手间不方便 孩子们给父母买了这个马桶 便洗轻便 简单清洁 功能齐全 自从买了以后 爸妈再也不用半夜起来磕磕绊绊的去洗手间了 第十六名 第十五名 这是专门为老人设计的尖尿器 硅胶材质 带着非常舒服 两边都有扣子固定 松井可以调节 不管胖瘦都能穿 穿戴简单 有男款有女款 下方连接尿袋 并带有开关 这样老人在床上躺着就能小便 第十四名 家里老人上厕所时老是摔倒 旁边的蹲坑座凳也不知道用 凳子是直接放在蹲坑上的 底部是防滑设计 不仅结实 承重能力也很强 老人用它上厕所也不累了 用完之后把它放旁边 真是好看又实用 第十三名 家里一定要有个平躺洗头盆 平时给长辈 孕妇和宝宝洗头就很方便 不用弯腰 直接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就能洗头 长头发的可以拔掉盆里的塞子 一边出水清洗一边放水 第十二名 经常喝茶的一定要试试这个闷茶壶 泪感是316不锈钢材质 不仅嫩的茶更加香醇好喝 还能尝笑所温 告别千滚水 自带滤网 可以茶水分离 超大容量 早上闷一壶就能喝一天了 第十一名 我妈现在不管是去公园还是郊游 都会随身携带这个防潮坐垫 让你走到哪都可以随时坐下来休息 就这个防潮坐垫 隔粮防水 耐磨耐用 折叠收纳后还可以随身携带 第十名 我现在每天洗澡都离不开 这个无印良品的洗澡刷了 不仅止痒 刷得还干净 刷毛软硬适中 一点沐浴露就能搓出很多泡泡 后背的疙瘩都减轻了很多 身上的油脂刷得很干净 洗完以后滑滑的 家里的沐浴球和搓澡精都闲置了 没有用过的姐妹赶紧试试吧 第九名 我不说啊 你肯定不知道这个小盒子是干嘛的 其实它是个多功能的药盒 304不锈钢的刀片 利落整齐的切割各类药片 右侧呢是个抹药区 多次按压后 药片变成药粉 它还自带了个毛刷 方便清扫收集药粉 你还别说啊 这个小药盒还真挺实用的 第八名 今天给大家看的是我这个电动指甲刀 只要打开开关 把指甲放过去 就可以任意的修剪指甲造型 而且修剪完不会有毛刺感 即使手抖也不会伤到肉 我真是太喜欢了 第七名 这个地方越堵 人就越容易累 这个地方就是颈椎 有时没事一定要多做做颈椎 颈椎好了 人也会轻松很多 第六名 在洗脚的时候 用这个搓脚板去个死皮老捡 那可太舒服了 双面磨砂的设计 一面粗砂一面细砂 轻轻搓几下 又易又厚的死皮就不见了